今天在場這麼多媒體關心這個事情 其實我也覺得這個是決定台灣未來命運一個很重要的時機 我要跟何市長講 雖然我是同意 但是把私人之間的簡訊拿出來唸 通常這個是名嘴跟側翼在做的事 不是總統要做的事 再來 這個不能這樣說,我是經過你的同意才練 我同意,沒有錯 你也可以不同意啊 你也可以不同意啊 你不要打斷我的話 第一點 11月15號在馬辦簽了六項協議書 其實我到現在我都遵守 今天只是在民調那一部分有出現爭議 那已經吵了一個禮拜,也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我當時說要解決問題,那現在怎麼辦 應該把這些就翻過去 在這一刻,在這一秒 我們要思考是下一步怎麼做,對台灣是最好的 坦白講喔 對我來講 你知道嗎 如果呼應最多民意的要求是什麼 就是一個政黨,2024政黨輪替 所以我的邏輯很簡單 如果組成最強的勝選的組合 這才是我的目的啊 這個過程當中,還有趁機要拉政黨的利益 甚至個人的利益 這不是台灣未來長遠發展 希望看到的 就這樣